厲害 一手俐落摘下龍續菜 另一手則是僅僅夾著大把菜葉 四個人平均一天要花上7小時採收 冒著在田裡被蛇咬的風險 一邊採收還得一邊擔心 賣不出好價錢 現在的苦日子也讓這群龍續菜農 更加懷念韓國瑜擔任 北農總機理的那段時光 他派的人來有去看你的菜就對了 有 經常有 因為他知道我們這邊的菜長得怎樣 菜籠阿嬤一度講到哽咽飯類 就是因為龍鬚菜的價格波動 實在太大 以這兩年成交量 以及價格做對比 去年11月 雖然每公斤可以賣到114.8元 但成交量僅僅只有11.6公噸 今年6月 雖然成交量多達85.3公噸 但每公斤卻只能賣到28.9元 價格差了將近4倍 成交量更是足足差了7倍 顯示了龍鬚菜無論產量或是價格 起伏都十分巨大 原來韓國瑜25年前就在花蓮當兵 研究所畢業後也在花蓮食院教書 知道花蓮農民的苦 因此在任內就時常派出排卖員 到當地Long Stay 了解農民疾苦甚至想方設法 提升蔬菜品質競爭力 韓總的執行力也讓當地農民就甘心 韓總那時候有派這些拍賣人來 我們覺得Long Stay 實際的讓他們瞭解說 我們即便林一個農民的生活 就是滿豪爽的一個領導者這樣 真正的感覺就是那幾年的菜市場 有特別的平穩 特別的那個 原來不只龍鬚菜農有感 連韭菜菜農也曾受惠於韓總 現在他們只盼望韓國瑜 當上高雄市長後 能利用外縣市產銷合作 再一次幫他們脫離苦日子 接著我才去黃金華靈包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